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5年学测的第三题 那我们先听一下Battle老师的英文发音 好,那这一题的话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wikipedia就是我们维基百科 对sandwich和hamburger这两个字的解释 那你看这个wikipedia我们先讲sandwich 它这一边说 It was named after John Montagu The fourth earl of sandwich 所以它这个sandwich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这个人的名字来的 那所以sandwich这个字它原本它是一个人的人名 那后来变成三名字代表这个字 好,那底下hamburger这一边的话 它是怎么来的呢 The term hamburger originally derives from hamburg 那这个hamburg是什么呢 The germany's second largest city 所以这是什么 德国第二大的城市的名字 它这个城市叫做hamburg 那后来引申为这个字 产生这个字hamburger变成我们的汉堡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它说some words such as sandwich and hamburger were这边要填一个副词 the names of people or even towns 所以这个两个字它想讲的是不是就说 它原本是什么人的名字 或者是城市的名字 或者说乡镇的名字 那所以是不是就对应到hamburger是什么 城市的名字 sandwich是什么 人民 那是从这些取名来 所以我这里是不是要填一个什么 原本的 原来的 原来是什么 这些名字嘛 那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 就是这个 originally 这是不是就是起始于 好那像这种题目的话 就是有点像历史知识题 那你除了看题目 那你在复习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你也可以去wikipedia 查一下这些故事 然后增广见闻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